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名字就给缓过去了 但是下面有中文翻译呢 我相信是不是大陆的很多朋友有看过 这个他讲的就是一个小孩 这小孩呢他叫 可能通常咱们说叫自闭症吧 原因就是他弄不清数 这个三乘九等一几他弄不清楚 他看什么东西都是倒着的反的 这个你ABCD写D他就写成B 他一定反着写 一二三四的四 你这么写这四他反正给你写 就是他什么东西都是反的 但是呢他自己似乎生活在他自己的环境当中 给我感觉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叫自闭症 他生活的环境呢 他看任何数字的时候呢 他觉得那个数或者说那个ABC 那些英文的东西他是活的 在他的眼睛里是活的 他看到了这些很乏味的字 或者是字母的背后是一种生命的表现 所以他把他看到的东西当成答案 他就给写那儿了 那结果在这个寄宿学校里有个老师上语文课 念了一首让学生念了一首诗 什么有条小河啦 有条云彩 有个云彩啦 怎么大概 他是印度语翻译过来的 有点绕口 那这个孩子 他就是老师让这个孩子去翻译 这个孩子就说 这首诗里讲的是看见的 未必是真的 看不见的 未必是假的 而看不见的东西 可能它是更加真实的 老师就把他给骂了一头 神经兵啊 你大脑有病啊 他写的是一条小河 上头有云彩 云彩印在水里面 然后出一种生活的概念 所以这个孩子他说的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吧 另外一个概念 那是河里面有云彩 但云彩不在河里 云彩是在天上 那你说这云彩是真的 是假的 这道理是存在 那这个孩子可以拿出这样的概念 说云彩印在河里 你说它是真的 你说它还是假的 而老师只是说 云彩印在河里面 很美 很生活 在我的理解当中 孩子的认识 超越了于老师的认识 老师仅仅认识到这首诗 所描述的 所描绘的生活的层面 孩子认识到是一个生命的概念 那因为只有八岁的孩子 所以被学校家长和自己的父亲给管制了 扼杀了 几乎要跳楼了 但代课的这个美术老师 就意识到这个孩子很特别 有绘画的才能 但他的绘画不来自于现在 不来自于这个这样的学校的这种训练 来自于他天性 来自于他的天性 那那老师就举了一些例子 说爱因斯坦上小学的时候 数学很差 搞清数 后来创造了相对论 现代科学的鼻祖 达芬奇 那么清 字母那么清数 结果成为了化时代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 很多自闭症 搞不好是一种人叫什么呆痴天才 有这么个说法 是现在的人笨 现在的人只会认哈佛 只会认北大 是缺心眼 是把人在把一个活生生的自己的孩子塑造成一个螺丝 而不是一个生命 这就是社会变化之后对生命的残害 所以不同的观点 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的说法也是这样 当你站在生命的角度 看问题的时候 你就迥然不同 为什么说这个呢 今天出了一个新的消息 跟表面上看 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打噶 但是它的内在是共通的 BBC的报道这么说的 西班牙撤销了针对中共前两位高官两宗案件的调查 西班牙高等法院撤销了两宗对当地的藏包僧侣和法轮功学员 指控前中共高官种族灭绝及侵犯人权的案子 路透社引用法院的消息讲 高等法院以9票对7票表决 同意撤销了两宗案子 那西班牙法院预审法官从2006年开始 已经对这两宗案子展开了司法调查 文章提到说 西班牙高等法院23号的决定 是根据今年三月份通过的新法例而作出的 该法例规定西班牙法院无权调查 不涉及西班牙受害者或所谓犯罪者的案子 在三月份的时候 在相关法案通过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过这期 讲过相关的那期 西班牙经济不好 需要中共投资 需要中共的钱 那他改了相关法律 是因为西班牙原来的法律 是直接可以去受理那些 并不直接涉及西班牙受害者的案子 那我们知道相应的一些内容 我们都跟大家介绍过 那这里就变成了西班牙政府 是个多票政府 是个多数党的政府 他在议会占有绝对的多数 他透过议会改变相关法律 以讨好今天中共的 这个现在的概念 文章也提到说 今年2月10号 西班牙高等法院的莫雷诺法官 签署了逮捕令 以种族灭绝 酷刑和反人类的罪名 向中共前主席江泽民 发出了逮捕令和监禁令 他还对李鹏以及其他中共官员 发出了类似的通缉令 当时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回应西班牙的举动说 下达该逮捕令是一个错误的举动 并说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 能否健康发展 取决于西班牙政府 是否会恰当处理案 他当时具体的讲法是 中方对西班牙有关机构 不顾中方的严正立场 采取错误的做法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共当局理所当然将向西班牙方面 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 听起来挺是这么回事 我们举个例子 我别说具体人 我不知道谁是发言人 中共的某些发言人 中共的某些某些人 被他家里的媳妇 被他更大的官 在家里给欺负了 那他就不干了 对吧 他不干了 他要告呢 他告不出去 他在这个体制之下 结果有的律师就站出来 要替他打官司 是这道理吧 要替他打官司 但是更大的 因为他的媳妇 是被更大的官给欺负了 这更大的官就说了 哎 你要想弄 跟这律师说了 你要想弄 我就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啊 啊 律师协会你要明白了 每年要年减了 你知道你该干嘛 这是严正立场 啊 这是更大的事情 至于事情发生没发生 不关我屁事 我不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 如果你的律师 这个律师 你敢去告这个官 去下达什么 什么要求法院调查这件事情 我要跟你摆明严正立场 我不知道谁是发言人啊 我也不知道发言人是男的是女的 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 我说了这么个例子 这件事情撤销 并不表明江泽民 不犯反人 没有犯过反人类罪 酷刑罪 没有对人类进行过 这种惨无人道 类似当时 二次大战时 灭绝人性的迫害 并不表明他没做过 表明他的强盗 也表明 就我一直说的 什么叫大淫妇 诱惑 诱惑的你丧失理智 诱惑的你自己骂自己 阳王爷整小鬼 一会儿就睡一会儿了 先放纵这一把 就这么着了 诱惑着你丧失 做人的基本的道义和准则 诱惑着你 背叛你的妻子和女儿 背叛你的家庭 因为你现在需要 就这么点事 我刚才跟大家 开篇讲的那段故事 一个孩子 他的天真无邪 一个孩子 他与他母亲 胎里生出来之后 落生之后 他可能与天地同在 那一个成年人 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充满了欲望 利益 搏杀 欺骗 他只会 他只会注重自己 现实利益当中的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他如何获得自己那一份 他就看不见 那个孩子说的 河里面的云彩 我可以说它是假的 我也可以说它是真的 因为同样印在 河里面的云彩 挡住了人的眼睛 看不清河里本身的真相 就是人看东西的 你的聚焦点在哪里 这样的事情 跟那个事情是一样的 对吧 今天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看到的是 共产党的邪恶的 他的邪恶会运用利益 金钱 嫖客的做法 去最大限度的彰显 他的残暴 他的那种下流 与无耻 屈从于他 助纣为虐 拒绝于他 保住与自己神明同在的人的 好的一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